摇滚歌手崔剑指导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于当地时间11月13日在罗马电影节首映 该片主演霓虹杰也随导演一起出席了首映礼 不过当天红毯上最亮眼的可谓是亚洲第一摄影师杜可峰 红毯上杜可峰不仅为英语并不流利的崔剑和霓虹杰当起了翻译 还在拍照时摆出各种姿势甚至开起了玩笑 作为王家卫电影金三角之一的杜可峰 曾为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出任过摄影指导 其中包括《重庆森林》、《春光乍蟹》、《花样年华》与《英雄》等等大片 崔剑也表示蓝色骨头的军公章必须归杜可峰一半 《蓝色骨头》被崔剑概括为关于一首歌、两代人、三个故事、四个唱法的电影 而其中起着连接作用的便是互联网 主演《霓虹杰》也表达了电影中音乐的重要作用 在《蓝色骨头》的发布会上 很多记者表示看不懂这部电影 导演崔剑回答道 这部电影属于独立电影 以营造气氛为主 因此看不懂也是正常的 尽管收到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《蓝色骨头》也入围了本届罗马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将与其他17部电影争夺最佳影片奖